被誉为台湾的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家萧泰然 日前在美国病逝了 才华洋溢的他创作无数 1980年他曾经因为创作出头天进行曲 而被国民党列入了黑名单 2000年他在总统就职典礼上 以玉山送来祝福人民跟国家 而他与林昭亮的音乐家的合作 更将台湾音乐推上了国际舞台 异想世界特别整理了他生前的影像 一起回顾他的音乐人生 这是音乐家萧泰然的作品《除外人》 当年他因为家庭因素移民美国 却因为无法忘怀台湾而持续创作 作品洋溢了浓厚的思乡情怀 引发台湾人的高度共鸣 在台湾上 这首《除外郎》描述在海外流浪的台湾人心声 1996年第一次在亚特兰大发表时 交响乐团前奏结束后 却没有任何人唱出声 因为指挥跟合唱团员都在台上掉眼泪 大家深受作品感动 哽咽 无法唱出声 音乐团前奏结束后 小泰然虽然旅居美国 但是善于把台湾的想念化为音乐 作品《点心摊》里面就用台湾人常喝的日常饮料 描述它与台湾土地的紧密连结 1992年林昭亮与美国圣地亚哥交响乐团 将萧泰然的小提琴协奏曲作为世界首演 这是美国大型交响乐团第一次演出台湾作曲家的作品 演出后获得高度评价 我当时是想说在台湾都还没有一首宗宗室的小提琴协奥曲 又不能说光用到这种现代的那种做起家用的方法 要用我们台湾特有的味道 萧泰然之后发表的钢琴协奏曲 大提琴协奏曲陆续在美国跟加拿大演出 他运用欧美乐团熟悉的音乐语言 成功融合了浪漫派乐风以及台湾传统的音乐特色 顺利登上国际古典乐坛 1993年萧泰然曾因为心脏病一度生命垂危 痊愈后他全心投入创作 完成了描写台湾228事件的历史音乐史诗 1947序曲也陆续创作了以台湾为主题的 包括台湾魂 伤痕之歌 玉山颂 福尔伯沙的天使等重要的作品 这种感觉有时候觉得这不是我的 这是伤伤要留在我 照我的手去表达出来 所以我这位这样 有时候很感动的事 肖泰然一生创作无数 深浅完成近百部音乐作品 涵盖交响乐曲 管弦乐曲 合唱曲等不同形式 也获得行政院文化奖 国家文艺奖以及金曲奖的肯定 音乐家肖泰然虽然此事 但透过她的作品 可以感受到她深爱台湾的精彩一生 然后再聆听 好声音乐 viol音 阴音乐就是英国 我们现在聆听了一个比较高能 好声音乐 《淳 WORK》 我不听听了一个比较高能 我不听听了一个比较高能 我也不听听了一个比较高能 我不听听了一个比较高能 好声音乐 和声音乐就是英国